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不仅有三部电视剧要拍 而且各种综艺活动 各种广告代言更是拿到手软 在整个娱乐圈他应该是最让人羡慕的 但是他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无尽的努力 他为了练舞也受了很大的伤 不过现在看到他在录制街舞的时候戴上了呼吸 网友们也可以放心了 在前几天他在自己的七个个人社交软件上发了一段视频 并且还大方的晒出了一个设计图片 很多网友都在猜测是不是肖战为他设计的呢 毕竟街舞最近开始招聘设计师了 从他的行为上能够看出这个图片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这一次成立个人工作室背景图片也是用的之前这一个头像 也难怪网友没看到之后都纷纷调侃 真的是有一点甜哦 在这里也希望王一博在今后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好提前祝他生日快乐 有非 作为赵丽颖产后的第一部作品 可以说是观众期待值非常高 但是目前从招商情况来看 似乎有高开低走的迹象 并不被电视台方面看好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各大电视台数七档的招商会上 有非始终没有露面 为召开招商会的仅剩下一家招商的北京卫视 有非出现的概率也不大 原定的合作播出平台 也没有发布预告和上线预热 这一副静悄悄的景象似乎预示着 上周末快乐大本营上 有非的赵丽颖和王一博亮相 华调侃赵丽颖 说他再厉害都要背我们王一博 这是因为在发布的剧照中 有一张赵丽颖背着王一博亮相前行的照片 都华大家都知道的 在浪姐播出的时候 杜华因为毒蛇和diss女性的年龄 引发了一波群潮 虽然后来节目组刻意的降低了杜华的存在感 但是观众对杜华的印象真的是差到了极致 在快本上面对杜华的调侃 赵丽颖直接回应 王一博是谁 我们无感 观众对于赵丽颖的回对 纷纷点赞 干得漂亮 观众为赵丽颖较好的原因之一 是因为娱乐圈宣传新剧而吵CP的手段太常见 甚至有点招人反感 而赵丽颖不吵CP拉了一票好感 还有一个原因是赵丽颖回对的人士杜华 简直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通过尤斐的剧照 我们可以看出赵丽颖产后恢复不错 虽然是生完孩子后才进组 但是娃娃脸还在 并没有为任母的沧桑 而另一主角王一博最近因为 这就是街舞三而大火 而且他在尤斐里的演技 里程庆应有所进步 很多细节的处理都可以说是可圈可点 尤斐是根据大IP改编而来的 根据以往这类电视剧的播出数据来看 高来低走的不在少数 这是由于一来看过原著的观众 对影视剧的要求会比较高 而来影视剧制作可能会受到经费等影响 不能将原著完全呈现 赵丽颖之前就在微博上发过一张图片 似乎意在内涵尤斐的剧本 与原著相差很大 因为之前 赵丽颖就被除桥撞坑了 原以为可以拍完三本 最后只拍了两本 不过也有网友说 有斐的播出时间原定是今年11月 不是暑期档 小编认为只要剧本改编成功 完全可以避免高开低走的局面 8月4日 天天向上节目组放出了 本周日晚节目的预告 赵丽颖和中餐厅的小伙伴们一起来节目宣传了 刚好赵丽颖和王一博合作了有斐 两位搭档在节目再次重聚 自然看点十足 这期节目依然逃不开美食主题 一思考就要吃东西的小赵和这个主题超级合适 趁此机会也是大吃特吃 吃的不亦乐乎 不过一个预告里一个画面 却引起了观众的广泛热议 王一博端着碗正在喝汤 赵丽颖拿着勺子从他的碗里 舀了一勺汤喝 赵丽颖显示 一博碗里的肯定更好吃 小赵的吃货属性暴露无遗 王一博对此也毫不介意 如东把受伤的碗逼过去 脸上的表情也很是开心 似乎很乐意和小伙伴一起分享 日盼夜看着尤斐这部电视剧的人一定不在少数 不管是原著党还是赵丽颖和王一博的粉丝 都已经翘首已盼很久了 伴随着尤斐最新预告的来袭 这部剧终于提上日程 两位主角同框的频率也高了起来 先后亮相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 看点十足 王一博是天天兄弟中的一员 在拍摄尤斐期间 哥哥们就曾多次在节目中宣传这部剧 如今距离开播越来越近 赵丽颖第一站便是王一博的家 天天向上 赵丽颖有口福了 不仅加入了中餐厅 还正逢天天向上的美食片 就这样 与王一博首次在综艺中同台亮相 由于这期的设定与以往不同 所以在节目中 赵丽颖与王一博一组觅食 两个人站在一起 cp感便油然而生 赵丽颖生过宝宝后 看起来似乎更年轻了 而且还格外有气质 本以为与王一博存在年龄差 可如今同框 怎么看都满满的 cp感被问到有没有请对方吃过饭 王一博的小表情就给出了答案 赵丽颖的答案让大家忍俊不禁 他在减肥 因为尤斐中谢云后期带病 所以整个人要很消瘦 很憔悴 之后王一博和赵丽颖发现了煎病果子 两个人讨论加几个鸡蛋都格外有趣 还有绅士的为赵丽颖阿联子 这对姐弟同框太让人喜欢了 很快 赵丽颖和王一博又作客隔壁的快乐大本营 不过这次可并非在同一阵营 而是两个对立的队伍 众所周知 快乐大本营正在招募常驻新人 诸多娱乐公司都送了几位艺人进来比拼 每个公司也会派一姐 一哥前去驻镇 正赶上赵丽颖与吕丁等人所代表的是何宋传媒 而王一博则在杜华的带领下 为自家乐华娱乐的师弟们打call 刚好两组对立PK在快本中 杜华与赵丽颖对线互对 王一博站在一旁看戏 这也是王一博的常规操作了 紧接着杜华说出 赵丽颖再厉害也得被我们家王一博 这就是指在电视剧《刘斐》中周斐被谢允的时候 不得不说 杜华这个切入点找的还挺准的 但是别忘了 赵丽颖可是有些赵小刀的称号 对人不服输 直接对了回去 王一博是谁 我们五感 不仅漂亮还击 还宣传了王一博的歌曲《五感》令人佩服 所以一时间 站在一旁的王一博 直接做了一个给手的手势 真怕王一博直接冲上去 给赵丽颖一条毛巾 明明杜华才是自己队伍的 结果被赵丽颖对了以后还给手给手 果然是相爱相杀 看着赵丽颖和王一博 在天天向上和快乐大本营中接连合体亮相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 他们二人的CP感 更加期待尤斐这部剧了 而且有消息称尤斐将会在12月开播哦 完成了 等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